JZ现在到底安不安全呢 全球已经有14个国家 上个星期我说10个国家 现在变成14个国家 欧洲新增的荷兰爱尔兰 非洲首例 上次民主纲果等等 都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血栓的风险 虽然说两者之间呢 并不能够证实有直接关系 但都是血栓 这也很不寻常嘛 但是美国我们看到 全世界打的进度真的超级快 你在台湾你会以为 全世界都还在慢慢打吗 不是这样 你看看美国 5月前美国的所有成人 会全部接种 到了7月4号 美国国庆的时候 大家可以开趴咯 在后院烤肉了 没有问题 取消接种的限制 增派国民兵送疫苗 同时还准这个医学院 兽医 牙医都可以帮忙施打 他们怎么打 在这个大卖场里面 在人多的地方 在那边就设有这个接种站 其实我有很多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朋友 都有打 很方便的 另外我们台湾 也马上要开始打咯 AZ疫苗 陈时中告诉大家 有几个 最好不要打 对疫苗所含的成分过敏的 我怎么知道 我会不会过敏呢 另外打完第一剂 出现急性严重过敏反应的 哎呦那天哪 我就是想问第一剂 我会有问题 你跟我谈第二剂干嘛 他现在是跟你讲 你打完第一剂过敏 你不要打第二剂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一剂 所以应该告诉我 第一剂才对 第三个18岁以下的青少年 这个疫苗是真的不太安全 是吗 然后当然啦 如果你已经发烧 你有其他的急性疾病 不要打 血小班有问题的 不要打 怀孕的 哺乳的 免疫功能不全 都不要打 然后呢 陈时中 大概也不能打 还有三高嘛 然后美国再打了这么多之后呢 所以美国的专家告诉大家 这个社交距离可以缩短了 因为现在打很多了 从六英尺缩到三英尺 那么大陆也很强 大陆到了六月 大概可以打到四成左右 所以中美两国的旅行限制 就要解除 那么未来会有这个疫苗护照 大陆呢 这方面是他们的强项啦 电子 什么事情都电子化 你看到 未来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也不会有资本 很麻烦 其实手机到时候 一扫条码就出来 现在台湾呢 大概只有两个人 登高一户 其实三个啦 黄悔哲 游锡坤 都说愿意带头 那苏仁昌是有条件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不敢打 那我就出来 谁不敢打呢 蔡英文不敢打 我就出来 我很厉害 他们两个说愿意带头 其他民进党的官员 都没有讲话 另外呢 我们看到 这次呢 COVID-19 有个很大的一个后遇症 就是生育率呢 暴跌 大陆人口大国 比往年少了 百分之十五的新生儿 这什么概念 超恐怖 法国是二战之后的最低 日本呢 人数创历史新低 台湾南韩香港 人口通通负成长 死亡的人 比出生的人 要来得多很多 好 这个东西呢 受限于时间 我就问一个问题 好 嘉欣你来看 疫苗要开打了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 我先问 如果是你 轮到你 你要不要打 嘉欣吗 还是问我 问我 我是敢打的 我是敢打 但是我现在呼吁 其实 我真的呼吁蔡英文 跟那个陈时中 要率先要打 真的 因为你其实看 世界各国 其实他要打之前 大概都是像拜登 他也曾经公开 还有英国女皇 马克宏 你一定要公开 尤其现在疫苗 有这么多的问题 那我老讲 我要特别讲一下 今天的庄仁祥 因为在指挥中心 因为大家都在质疑这个事情 那有一个记者就问庄仁祥说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国家 已经暂停在来打这个AZ疫苗了吗 你知道庄仁祥讲什么的 他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自己去查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真的不应该这样的态度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真的敢打 可是我觉得像在现在 有这么多疑虑之下 我希望有更多的 尤其蔡英文或者陈时中说 如果大家都不敢打的话 尤其第一线医护人员不敢打 我来打 然后真的也不要在这边讲讲 好像医护 我OK你先打 如果这样的话 这样医护人员或一般的民众 事实上都会非常担心 嘉欣你能打不打 之前我讲过一段故事 就小女儿接种流感疫苗 有一阵子不是日本韩国 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 跟台湾一样 她出现好像死亡率 日本韩国去年 我小女儿问我一句话 爸爸我不打 大家都在接种 为什么你不打 她跟我说万一我死掉 你怎么办 她这样跟我讲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 那我要自费 我也去打给她看 她妈妈也去打给她看 都没事她才打 那是不是证明说 我们也不懂 疫苗老实讲 你跟我说 新冠疫苗这些 到底哪个好 哪个有副作用 哪个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产生之后 要产生防御的过程 我们真的不懂 老实讲 你对一般的普罗百姓 他懂这么多吗 连陈时中你都说 不一定全懂了 我还懂 你就打给我看 该不该打 如果你都敢打 总统 行政院长 部长 大家都打 那我相信我也会跟着打 如果我可以打的话 我也会跟着打 就这么简单